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施永青对谈 今天讲讲楼市的状况 因为在过去这两三个星期里 其实出现了很多 无论是一些豪宅 或者是一千万左右的楼盘 都出现一些 价钱比市价 所谓的市价低一点 甚至有些虚弱的个案 但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和施生谈过很多次 都发觉那个油资的情况都挺严重 尤其是现在的量化宽松 施生 其实这个所谓的量化宽松 以及一些楼宇价格的下跌 是不是现在都比较混连 未看得清楚整体发展 我自己觉得传媒上说的楼价下跌 是个别单位的成交 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究竟有多少涉养呢 我自己认为不可能多 为什么不可能多呢 因为现在的楼宇指数 中原城市指数也好 或者参与物业股价处的指数也好 其实都处于高位 距离高位不是多 中原城市指数也有很多样板彩 去统计 是一个统计出来 不是选几个你喜欢看的交易 你想说它跌就选几个跌 那你当你的指数在高位代表什么呢 大部分卖出去的人 其实是赚钱的 如果不是你就不会在高位 现在所谓跌的 它不是一个客观的比较 有些就说和叫价跌了多少 叫价叫错了 叫错了当然要面对现实 要选择的 有些说银行的股价差多少 银行都会猜错 你要和上一次的成交价差多少 那你才知道它跌了多少 这些这样的说法 其实只是可能记者自己心目中 想说楼市跌 就选择一些跌的来说 说了很久 但是你看统计出来的指数 终于施永青搞的 不信得过 那差强物业股价处是全港的交易 统计出来的 还有其他 有些行家都有做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现在楼价跌了很多这个说法 和统计出来的数字是不一致的 我认为楼价又上又下 现在上落 整体来说 那2-3% 未曾看到有趋向性的下跌 所以我不觉得 现在楼价跌很多 你问楼价位的朋友 有他是不是找到很多便宜货 卖先 没有 首先我明白 我自己个人都觉得应该不太多 但是我有点补充 就是通常 如果你说 有些人是虧的 如果你说传媒去说 其实传媒的消息都是地产代理的 不是 你选哪样出 即是 实中交易 譬如有三中虚药 有七中赚的 你没有说 那七中赚的 就选了三中出来 是不是生意七比 我不知道 但是总之 可能三中的虚药 会比较大 这个就很难说 但是那七中不说也不会 当然没有说 你选择性说 成交这么多 一个星期成交 我们自己成交都挺实中 整个市场 成交几百中 即是如果真的 七中是跌得 三中是升的话 结果一定是跌的 统计出来 现在统计出来 下个星期出来 什么数字我不知道 但是之前那几个月 是很多坏消息都出了 即是你去年的社会运动 今年的疫情 美国的制裁 全部都已经消息出了 出了之后 没有拆水 突然间这两个星期拆 什么原因拆呢 因为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 所以你说 一些现象很奇怪 我觉得 现象被描述得奇怪 其实我自己做传媒 我自己也了解 新闻运作 很多时候 香港提供这些成交消息 都是几间大型地产卖地 你说特意不报某些成交 这些消息 那些消息 当然是地产代理 他在市场的前线 当然是他拿得最多 但是哪些消息 有机会被报导 不是地产代理控制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通常第一代 你报给传媒 传媒 因为现在 有些消息 我知道可靠性比较高 就是 这两个星期二手市场 成交增加 成交增加 当然有人说 多人放盘 是的 这段时间多人放盘 另外 成交增加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成交价和过去的差异大不大 如果成交增加 大部分都是跌的 那就趋势向下 但是现在 之前出来的数字 趋势向下的情况 不明显 这是我看到的情况 市长 其实一手的开价 现在是比较保守 还是一个 一手 当然是相对保守 这个时候 如果你问我实际上 是好消息多 还是坏消息多 当然是坏消息多 不然 我也不会 在很多次 预期将来的楼市的时候 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 但是你说过去两三个月 楼价有没有大跌 我要尊重现实 过去两三个月楼价是没有大跌 而且还有微升 这是已经出来的统计数字 所以既然坏消息多 其实那些人 大部分都是 採取相对保守的态度 但是 为什么楼价而不跌呢 其实楼价可能跌了 如果你看看要多少 两黄金来买一层楼 现在是跌了 现在是美元下跌 令到和美元挂钩的港元都被拖累 是香港的货币的购买力下跌 造成楼价好像升了 实际上楼价升得比其他资产少 即是跌了 不过用银子算就没有跌 你不用港元算 我们恢复多少两买一层楼 那你就算一算 更加升了很多 以前譬如150万两买一层楼 现在可能120万两已经买到 不用120万两这么多 十多万两都买到一层楼 和苏先生谈谈楼市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新的不同的角度 可以谈谈 今天就谈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要再多些资料去参考一下 统计用两计 太古城便宜了多少 好的 谢谢师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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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